恒指由1月初至今升幅超过4000点,技术上一直圆10天线之上运行,升势十分灵厉,相关情况普遍多会于牛市中出现。此外,不者早前曾表示29000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水平,因为是去年的跌幅的黄金比率反弹0.5倍。 参考历史数据,红市反弹不会有这麽多,除非是牛市,整体港股表现亦占入街景。 2月26日的数据显示,股价高于250天线的股份比率回升至46.62%,暗示报入牛市机会明显增加,如未来一两个月行指呈现长线黄金交叉,即50天线升穿250天线。 有望确认去年10月低位是红市底建图。换言之,港股已展开大型升浪,在一两年内再下破24540点的机会不大。 然而,过去两个月资金由大价股炒到二三线股,甚至细价股易建启动,已属珠斯马迹,唐展大升浪下破24540点机会未。 一般而言,在牛市初期率先起动的板块都应高度关注,据过往经验都会是持续强势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恒指作基准比较,如早于恒指见底的个股都可列入观察名单。 因聪明前必定会责肥而势,有潜力的优质股会率先受谁清,其实技术分析是利用数据去量化投资行为。 因此如明白当中的意义,将可有助动识到后市的变化,另一点要紧记的是,在股市中是强者愈强,弱者愈弱,在实战中,大部分时间都应以强势股为首选。 本集中的缠绿